大家好 我的纸箱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非常的小胖子 这个就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装版纸箱 然后这边还在卸 这车货好像是4万个纸箱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辅料 辅料的话也过来了一部分了 我先拿一个箱子出来 评证一下质量 五哥你看一下 来五哥按一下这个质量 可以啊 很硬的啊 而且很干燥 这个舞蹈都可以跳了 一点问题没有 是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现在这个纸箱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走进里面看一下 我们进厂房看一下 你看这边 这么大的一个成品堆放区 这个厂房是 就是潘之花国陶旗下的这个潘口公司 五个一起过来一下 这边准备在调试当中 然后这个潘口公司是目前全是唯一的一条这个全自动化生产线 它能够实现每天早量在2万件左右 我们是合作的这种模式 然后 跟大家看一下分区啊 刚才前面那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成品堆放区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水果堆放区 昨天晚上一共来这边是来了4万斤鲜果 然后那边 就是全自动化的生产线 五个我们来一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这样子 那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水果啊 都是鲜血的果啊 也是从这个地里头刚刚摘下来的 然后他们现在在那边做调试 我让他们把这个声音关一下 然后我们去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控制系统 这边是控制室啊 你看这么多线啊 就你一个人控制啊 对啊 这已经是一体化 这也可以完全控制住 对 我们现在那个规格的话是什么规格 现在 现在的话 是0到100一个规格 100到150一个 150到200 200到250 以及250以上的 哦 总共说是五个规格 你把这个150以下的规格 全部打成一个规格 好 把这个 对 那就是只有 我们就等于是只有四个规格 五个 这个150以下的 我们 我们不要 不要发给大家 这个 有点 那个核 这个 这个彩虹吗 它那核有点大大吧 我们怕大纱发给大家 出问题之类的 对不对 我就把那个 150以下的果 咱们找卸下处理 打出来怎么办 找卸下处理 没 没关系的 我那车子里面有一颗那个熟果 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来 那现在就已经设好了 好 那现在是0到150 然后150到200这些一个规格 好 感谢 感谢 好好 没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来瓶子 它是没有这个黑点的 它本身是没有黑点的 你看颜色 都是挺漂亮的 谢谢果 这个果地都在这里 随便搬一个 你们看一下 它就会冒浆出来 像这个果就2两多 梅香果 上面拿料之前 是没有黑色的这种斑点的 它是非常鲜鲜的 然后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果面 给大家看这颗芒果上面的黑点 这是我车上面的一颗果子 为什么它这个上面会有这么多黑点 我给您解释一下 它是 你看这个果子新鲜材在 对 这个汁水留在这个皮上 你看这个地方留在这个皮上 它就俯视了这个表皮 有的就变黑了 但是里面是没问题的 你削吗 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削一下 这个黑点 大家看它里面是完好无损的 它这个里面是完好无损的 它只是表皮上面 就是受到这个果汁的汁 果浆的影响 然后就产生了黑点 里面是没有坏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果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果汁的话应该在四两左右 三点多到四两 这种果汁 它的这个盒 会稍微大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就是里面的盒 然后我跟你把这个拿着 然后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不要被它的这个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大家要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软了 不会回弹了 不会回弹了 那么这个果汁就代表是成熟了 是吧 然后味道 这个果汁有一点点酸 因为这个果汁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产生下来做样品的 而且还没有完整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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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 你 你 i'm still you're good holding on to tight head up in the clouds heaven only knows where you are now how do i love how do i love 现在我们正在做调试 这个重量也没问题呢 这个重量没问题我慢了 这边是给我们打包装的 看我的这个胖口在这里 这个小胖在这里 这个包装打打好之后就放在这个篮子上面 然后他就会顺着这个 这个篮子会顺着这个流彩屑 这么一路转转转转转 就是这么转过去 他这边就是可以实现整个12条生长屑的包装 就是很方便的能够到大家手上 就不用跑来跑去去取这个箱子 这个设计怎么好 开了 这边就是分裹的给大家看一下 就每一个都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吸盘上 然后就可以实现每一颗的单狗称重 那个空间给我这个给我 啥这样子 你看 这边就是要这样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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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的这个机器我现在已经问清楚了 他是首先经过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里 把一些瑕疵果也会打出来确认确认一遍 然后再把这个重量也会在这边撑出来 然后才能够流入到我们的下面的那个产线里面去 搞了半天我们把这个程序啊 就搞清楚了 这个机器确实优秀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包装了 他们这个规格这一块应该是 它留下一些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段 就是多少克到多少克的 然后比如说那边那个段的时候 就是多少克到多少克的 它是这么区分的 我们这个产线呢 今天是也算是属于四面形啊 还没有完全到顺利的时候 可能要把这个产线运作起来 我觉得要两天时间 两天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胜上了 你看那个打包的这种概念啊 看这个打包啊 这道话打包 然后到这边时候再经过一道这个胶纸的这个 这个粘合啊 那么然后就可以 这个这个包装的话就等于是已经打完了 这个蛮好玩的哈 第一天是不尝试 那咱们这支视频就到这里 我待会要搞下直播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挺好的 这边是我们的淘料区 底下有一个老老人在给我们搞直播 然后这边都是我们的拿的这个芒果啊 哎 左手边那个地方的是坏果 那我现在在这个中控台上 现在工人休息一会儿啊 现在快六点钟了 今天爆灯打的不是很多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调试吧 我去车里面休息一会儿 你又来偷拍 又来偷拍我来了 太热了 里面太热了 刚才搞了一会儿直播啊 你看我现在这个口 真的口里面干的不行 今天我最少出了两斤哈 大车里面吹一下空调 两块两块 今天咱们随便聊几句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啊 讲得好 讲得不好 大家都不要怪我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也在做这个自媒体 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啊 说实话 我后悔过 但是这个啊 只是一秒钟的时间 每次当我想退缩的时候 我会及时的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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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头啊 把它扼杀掉 因为一旦想要放弃的时候 对于我来讲 其实是一种自命的打击 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但是走到今天我真的是服了 我喜欢做我之前 所做的 就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一件事情 养鸡养鸡养鸡养鸭养鸽 然后 做水果 我都喜欢做 其实喜欢啊 就是放弃 所以我没有态度的这种这种顾虑 也不会克制自己 学前所欲 学不足了 我经常 我经常会分析我自己 就是 你像我这样的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满足 后来我想明白了 因为贪了 因为不满足于现状 我其实很懂得享受 就像我养鸡 然后小会主说 我怕你家的鸡是真好吃的时候 我怕你家的鸡是真好吃 你能够私下给我两只吧 其实当你的物质条件 和其他生活条件 都满足到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会向更高的 这种方向 这种目标 去爬行 可能当起来我们 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想要自己的人生 可能要获得更高的价值 很多时候玩帮飘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在我身边 你像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你像 长沙的好老大 那你们 会对我的态度 会发生 一种180度的转变 我是一个信心做人 因为里面容不得沙子 所以有的时候 然后一些忠实的东西在大家面前 或许不知一问 就如同我这支视频的点赞率 不超过时期 但如果我今天给大家演个小品 拍个小段子 来博取大家的放热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喜欢 因为没有压力 因为从这个里面 大家能够感受到乐趣 可是我做不到让自己停下来 所以我的视频看起来 就会有些压力 我这个人 我觉得自己没有过多的情商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翻热 我的身上呢 也缺失了这种很浪漫的戏胞 所以我 就是无法给大家在这个情绪上面 就是带来 过度的这种波动 给大家 就是 比如说一个小段子 然后让大家 很开心很开心的 这样子 可能我 做不到 我觉得 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 好多人看了我很多人的视频 直到我这种的秉性个性 喜欢叫声 我觉得大家 也可以更多的包容我 你就说 王胖你今天好帅 我看到这段话 我这个人可能就开心一整天 我开心了 那我就会有更多的笑容 更多的情绪 然后再来媚得大家 对不对 开个玩笑 好了 五哥在那边拨了一会 我要去替他 然后场线上面 比如说这个果子里面 我刚才看到的 都有一小部分的这种生果 就流到场线上去了 刚才跟五哥 五哥跟他们 都已经沟通过了 还有包装这边 今天也是第一天 失踩嘛 还有很多的一些小问题 吹了一会 空调现在 养货了很多 好吧 直接步的人 我得赶紧过去做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